四方岭中珍惜物种频频现身 巨型的毒虫神秘的湖泊 如何解开众多的地理谜团 风水秘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科考队在中国最南端的山脉之一四方岭展开考察 在这里一个名叫九重山的地方 专家发现了一种十分珍惜的灵长类动物 白头叶猴 那么白头叶猴为什么只生长在九重山一带 这里的生态环境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 在九重山以外 四方岭山脉的其他山峰中 又孕育了哪些奇异的生态环境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福随县 展开科学考察 福随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佐市东部 总面积达2836平方千米 这里是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 千百年来 当地百姓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 在一片片山间古地间 创造着南耕吕之的山水田园 延续着壮民族几千年的耕种文明 在明史列传第二百五 广西吐司就有这样的记载 广西摇壮居多 盘万岭之中 当三江之血 六十三山以为巢学 三十六元聚其复兴 这样的记载说明了壮族百姓早在数百年前 就在险峻的深山峡谷之中不断地开拓 这个民族也因此对茫茫群山 一直怀有既依赖又敬畏的情感 在浮随的左江北岸 人们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的岩画 这些岩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无论图案如何变化 画中的人物几乎全部朝向河流南岸的四方岭山脉 当地人认为这有可能是祖先留下的警示符号 提醒人们不要轻易进入那片充满原始气息的山岭 当专家带领设置组来到距离左江十五千米以外 四方岭旁的九重山时 考察组发现了一种十分罕见 而且神秘的灵长类动物 白头叶猴 专家告诉我们 白头叶猴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总数只有一千只左右 全部集中分布在 广西左江以南 四方岭以北 面积不足二百平方千米的狭窄区域内 那么 为什么只有这一代 适合白头叶猴这种稀有动物的生存 眼前的山谷又具有怎样独特的生态环境 专家认为 这主要与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有关 考察组现在所在的区域 山峰与洼地相见 被称为枫林谷地 但是白头叶猴栖息的地方 却与一般的枫林谷地有着明显的差别 这边的这个枫林呢 它有很多这个垂直的这个悬崖 这个坡度呢 几乎是九十度 这个很难爬爬上去的 专家发现 这里的石灰岩山峰高耸而陡峭 查阅地址资料后 他发现 这一代 在距今二百六十万年前 受到了地质作用的强烈挤压 发育了大量深达数百米的垂直裂系 后来 大量的降雨顺着裂系融食山体 便形成了这种独特高耸 悬崖千刃的绝壁风林谷地 这使得它与同等气候条件下 其他的石灰岩风林相比更为显致 性情温和 容易受到其他动物攻击的白头叶猴 逐渐选择并适应了这样的天险 在绝壁的庇护下 才能长期生存 同时 充足的水分和食物 也是白头叶猴在此地生存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 石灰岩的山体本身土壤匮乏 但由于这一代的年均降水量 达到了一千三百毫米 充沛的雨水 使绝壁的岩缝中 长出了大量根系发达的小型桥木和灌木 白头叶猴恰恰是以树叶为食的动物 南亚这带充足的阳光和降雨 使得山中一年四季嫩叶心芽不断萌发 为白头叶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 考察组了解到 在九重山以南二十千米处 四方岭的腹地 还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万珠港的山丘 那里生长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许多蜘蛛 就算是当地村民也很少进入那座大山的深处 这样的说法引起了摄制组的好奇 考察组决定继续向南进入万珠港一探究竟 刚刚到达万珠港脚下 记者就发现 这座山丘确实不同于广西其他地方的山峰 不但没有喀斯特地貌常见的银巡怪石和地下溶洞 而且成千上万的高大桥木 繁茂地构成了一片原始自然的森林 就在此时摄制组在林中遇到了一位来此采集样本的专家 黄东行 广西老科协中草药研究会副会长 常年从事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野生动植物样本采集考察工作 在黄东行的带领下摄制组向山中继续进发 一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一片深夜林中 突然考察古发现了一只十分奇异的蜘蛛 这只蜘蛛头胸部和腹部长度大约为五厘米 但腹肢的长度却是身体的三倍 它的全身遍布着特殊的红黄黑色斑纹 专家说这是这种蜘蛛独有的警戒色 就在我们观察它的时候 一只蚂蚱恰好不幸地落入了网中 转瞬之间蜘蛛就制服了落入网中的猎物 这是我们南方常见的冷脸蜘蛛 黄东行仔细端详后告诉我们 这种蜘蛛学名叫放落心腹蜘蛛 由于其腹部的斑纹酷似传说中的鬼面 所以被称为鬼脸蜘蛛 虽然鬼脸蜘蛛身上的斑纹十分华丽 但是其毒性却很小 它主要以捕食小型昆虫为生 分泌的毒素也只能麻醉小型昆虫 它既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也不足以让人们产生中毒反应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蜘蛛是截肢动物门 猪行缸蜘蛛目动物 全世界截止到2010年 共发现了4万多种蜘蛛 而中国拥有其中的近3000种 蜘蛛的分布十分广泛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南极洲之外 各个大洲在海拔5000米以下的地区均有分布 几乎所有的蜘蛛都具有毒性 但是大多数种类的猪毒 并不是致命的血液毒素或神经毒素 对人体伤害很小 然而就在这片名叫万珠港的密林之中 黄东行却曾经发现过更为特殊的种类 跟随专家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一片松叶满地的山坡上 黄东行说 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泄 有一条蜘蛛 好大一条蜘蛛 这是一只成年人手掌般大小的蜘蛛 它的突然现身 让从未见过这种蜘蛛的奢侈组 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而此时 蜘蛛也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它瞬间做出了准备攻击的动作 看到这样的场面 经验丰富的专家却不慌不忙 黄东行告诉我们 蜘蛛头部的第一对腹肢叫熬蜘 在熬蜘的尖端长有毒牙 所以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蜘蛛就会把熬蜘高高地举起 时刻准备用毒牙发动攻击 然而 就在我们防备这只巨型蜘蛛攻击的时候 没想到 眼前的爬虫 突然以飞快的速度 从人群中窜呼 通晓蜘蛛习性的专家 迅速追上了逃窜的蜘蛛 用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 让它无路可逃 小心小心 你看 好大一点是书 小心小心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 专家竟然任由蜘蛛爬上它的身体 慢点慢点慢点 没事没事 再慢慢地抚平了它的肢体 哎呀 您不怕它咬你了 不怕 因为我想悟它是习性了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蜘蛛 它又究竟具不具备攻击人类的能力呢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蜘蛛不仅毒性强烈 而且还有一个十分不同寻常的名字 在我们当地这里传说 就是咬死牛的这种蜘蛛 绝名也叫虎文捕鸟蜘蛛 那我们广西最书名的 就是这个虎文捕鸟蜘蛛 这个 它是目前来说 那个亚洲发现的最大的蜘蛛 专家进一步向我们解释说 这种蜘蛛能够分泌强劲的神经毒素 一旦被它咬伤 往往会感到火烧般的疼痛 继而出现心律虚长 呕吐等神经紊乱症状 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 黄东行推测 当地百姓之所以不敢轻易进入这片山林 很可能就是由于这种攻击性强 又毒性强劲的生物存在 发现了一只有成年人手掌般大小的蜘蛛 这不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吃惊 然而专家却告诉记者 这种虎文捕鸟猪 其实还只是捕鸟蜘蛛家族当中的小兄弟 还有比它大很多的捕鸟猪 我想大家都看过足球比赛 足球比赛的标准用球 周长在68厘米到70厘米之间 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捕鸟猪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叫亚马逊石鸟猪 它可以轻易地把这个足球给抱住 专家还告诉我们 考察组在广西的四方里 发现的这种虎文捕鸟猪 是中国发现的第一种捕鸟猪 这种蜘蛛只生活在我国南亚热带 很少的几座山岭中 那么为什么四方里 这座名叫万珠港的山丘上 会出现这种巨型蜘蛛的身影 万珠港这片奇异的山巒 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生态环境 考察组中的地理专家 广西师范学院的教授曾令峰 开始对这个山丘展开考察 在观察了这一带的植被面貌后 专家告诉我们 这一带的环境十分特殊 在广西 如此茂密而高大的桥木 构成的森林并不多见 这很可能与这里的土层厚度有关 我们来看看这里的枯枝落叶层 还有土壤层到底有多厚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考察队员向下挖掘了一米多深 却依旧没有触及到山体的基岩 这个腐植质层这么深 专家仔细地观察了 腐植质层和土层的横叠面后 告诉我们 这厚厚的腐植质层 足有三十厘米 腐植质之下 还有厚数超过一米的土壤层 专家说 虎文捕鸟猪是一种学期猪类 它必须利用较厚的土层 挖掘洞穴才能生存 那么 这座山丘 为什么与二十千米外 白头叶猴栖息的石山不同 拥有厚度超过一米的土壤层呢 曾令峰说 这需要全方位地考察 这一带的地质状况 为了能够找到 山峰完整的岩石剖面 考察组在专家的带领下 向万珠港的山顶进发了 抵达万珠港的山顶以后 考察组突然发现 这里竟然隐藏着一个神秘的水潭 它呈现出曲律规整的椭圆形 水色深绿中略带褶黄 水面在山峰吹拂下 微微地泛着涟漪 由于这个水潭 常年能够映照出天光云影 当地百姓给取了个 颇有诗意的名字 印天池 山顶竟然存在着 这样的水潭 让考察经验丰富的专家 也多少有些惊讶 它告诉我们 在广西的群山中 大量分布着由石灰岩构成的 喀斯特地貌 因为石灰岩易溶于水 所以大气降水会沿着裂系 融食山体 形成地下的溶洞和暗河 水一般都储藏在山附的那些洞穴和裂系中 所以在广西的大多数山顶 都很难形成如此规模的地表水潭 然而在万珠港的山顶 却保存着这一潭碧水 这在整个广西 都是十分罕见的地貌景观 那么 它的存在 与虎蚊捕鸟珠等珍稀物种的生存 又存在着什么联系呢 在专家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印天池旁 考察组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法子 试图测量它的半径与深度 跨出不远 考察队员就发现 这个位于山顶的水潭 竟然风平浪静 那么印天池到底有多大呢 我现在到河中心了吗 到了 到了 看一下多少米 在中心了 米 23米 经过测量 专家发现 印天池的半径 约为23米 面积大约在2000平方米左右 水潭的平均深度 约为4至5米 那么它的水体 的体积呢 是8000个立方米 专家告诉我们 深度4至5米 蓄水量8000立方米的水潭 出现在山顶 的确十分反常 考察阻请来了当地的专业潜水队 准备对水底进行一番探查 就是您方便您看一下 就是把一些水下的画面和资料带回给我们 随着潜水队员的下潜 考察组发现 硬天池的底部存在着大量的淤泥 只要有人稍加搅动就会泥沙翻涌 使潭水变得相当浑浊 通过潜水队员的反复摸索 他们发现 硬天池的底部没有明显的裂隙或者孔洞 潜底没有水位下泻的孔洞或裂隙 这让专家感到多少有些费解 他告诉我们 整个四方岭山脉都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 年均降水量高达1300毫米 如果潭水有进无出 那么在暴雨时节将会形成山洪或者泥石流 然而当地向导却反映说 这个水潭从未出现过洪水漫溢的情形 于是曾令峰教授对这个水潭的排水方式进行了推测 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派地 最主要的这个支出呢 就是这个蒸发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样的推测 考察组在湖边放置了测量蒸发量的工具 经过了两天的等待 专家测得了这一代的实际蒸发量 我们实地观察了48个小时 它这个蒸发就下降了这个四个厘米 也就是说24个小时它下降了两个厘米 那么这个蒸发的熟度是很快的 印天池周围 夏季的蒸发量竟然达到每天20毫米 专家告诉我们 蒸发到空气中的这些水蒸气都汇聚在了山坡和山谷之中 这使得原本就多雨的万珠港一带变得更加潮湿 于是形成了这里高温高湿的特殊局部小气候 而虎蚊捕鸟猪恰恰是一种喜爱高温潮湿环境的动物 于是它们才能够在这个特殊的山岗上大量繁殖 虎蚊捕鸟猪这种动物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潮湿的环境 小气候这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它的存在也可以反过来说明我们这个小气候 就是这个样子是一个比较高温比较潮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考察到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 那就是为什么在万珠港能够形成厚度超过一米的土层 又为什么能生长着繁茂的桥木树林呢 专家对山顶的岩石进行了采样研究后发现 万珠港的基岩不同于广西其他地方常见的石灰岩 这里分布着一种颗粒细腻结构致密的沙岩 正是这种沙岩的不断分化 才在山坡上形成了厚厚的土层和高大繁茂的森林 森林的存在不仅方便了虎蚊捕鸟猪筑洼洞躲避天敌 更使得许多不同种类的昆虫再次繁衍 为虎蚊捕鸟猪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在考察的最后专家告诉我们 正是岩石性质水文特征 降雨蒸发和植被群落等原因 导致了腐髓出现了一个个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 左江两岸的河谷地带是壮民族千百年公耕栽种的千顷良田 石灰岩地区的陡郡风丛孕育了稀有物种白头叶猴 沙岩地带的沙岩土层聚集着更加少见的虎蚊捕鸟猪 这片广西西南部的茫茫群山 值得人们更加精心的保护和研究 左江以南的四方岭中的自然谜题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专家研究和破解 科学家通过对虎蚊捕鸟猪的毒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后发现 这种蜘蛛的猪毒里含有一种独特的活性物质 虎蚊阵痛态 这本来是虎蚊捕鸟猪 猪毒当中一种能够造成猎物持续麻痹的神经毒素 但是经过科学家的分离提纯和开发之后 却有望成为一种疗效突出的心形阵痛药物 这种原本让人望而生畏的捕鸟猪 正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 变成一种科研价值极高的珍贵物种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